九九老秦,大秦必胜 九九老秦,大秦必胜 陛下 陈远挂帅出征,为陛下拿下整个百月 哟 李信将军好勇哦 李将军,我瞎某人有点事想请教请教 瞎仙 套侯,想问我什么 你这次出征,准备带多少人马,多久拿得下 三十万大军,给我一年时间足矣 那若是李将军,这次再做不到,有亏谢甲的回来呢 李,哦李信,是法处失败过 但是那已经过去了,百月是什么 门皇之地,无兵无王,何仇一击 你还是没回答我呢 你要是拿不下,这次又该如何 拿不下 那你把我头砍了去 好,李将军爽快人 陛下,臣请愿,不如现在就把李信给砍了吧 你你你,套侯,在下与你的却有怨在前 但是你这也忒欺人太甚了 李信,勿要动怒 套侯啊,我君臣一体 如今,你也是当朝大臣 莫要故意置气 回禀陛下,臣并无置气 他李信说,带着三十万大军南下出征 一年可扫荡 整个百月,臣说实话 他肯定必败无比 所以,为了防止三十万大军 白白丢掉性命 不如现在,就把李信给砍了 这是给大秦做好事 你怎知,我就必败 你是否知道,百月之地 有多大,有多少人,有多少座山头 每一座山,有多宽,山道有多窄,能走多少车马掏重,山上又各自,有多少陷阱吗 王老将军孝顺 陛下,请恕老臣失态 刚才我听套侯这一席话 心里十分感慨 套侯虽然为真正上过战场 但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根结上 李将军也算是久经战场 若是要出征挂帅 这些问题李应都清楚明白才是 怎么会完全不如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呢 哼,我现在不吃,又不是以后不吃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李将军,我不是故意遭见你 那是我大秦三十万将士的身家性命 那三十万,都是我老秦人的儿郎 说不起,也死不起啊 呃,王老将军说的对 三十万大军都还是我老秦人的儿郎 陈反对李信出征 嗯,李信,这次挂帅暂且不用你 乐,老将军,现在可否还有当年之勇 若是老将军能出征的话 对的,老将军,我们支持你 你若出征,我等必定拼死相随 咳咳咳,陛下,老夫生而为秦 哪怕战死沙场也不会后悔 但是你们看看我,如今满头发花白 胡须都没一根青丝了 哪里还有当年之勇啊 我王简,可以战死 但是不能搭上大家的性命 所以老臣不能再出征了 若是想出征 那必须得找一个年轻的,有能耐的 宣摩宣摩宣摩 还有,不急不躁,吴茂是求功的 嗯,此言有理 老将军,你说,还有谁能担当此大任 我大秦的确很需要拿下山岳之地 为大秦带来永不缺粮的盛事啊 回禀陛下,老夫觉得 这样的人就在今日的朝堂之上 嗯,就在朝堂之上 张将军是你吗 天能是我,我不过千夫长之才 贺将军,你觉得你如何 我哪是统帅三十万大军的料啊 李将军,是 肯定不会是你 问你吗 那老王,难道是本剧的主角 王奔吗 王奔将军 特有王老将军之风范 我觉得就你了 末将,财书学浅 不敢担当如此大任 为了大秦几十万将士的性命 王奔自知不能胜任 诸位 我儿当个后将可以 当大将军出征,有些欠托 嗯 王老将军 偷武侯不行 那谁能行 嗯 老将军 套侯虽有才能 但是没带过兵呢 这样恐怕不合适吧 诸位莫吉 容老夫 问套侯几个问题 老夫问你 那百岳之地 大约有多少蛮岳人 应当有四五百万之多 而且 他们未有耕种教化 以打猎为生 几乎全民为战 而且有七个部落 这七个是 吴岳 洋岳 东欧 敏岳 南岳 西欧 洛岳 嗯 原来如此 那彼此的部族之间 关系有多大 关系并不大 他们也有争夺地盘 相互为战的情况 哦 若是关系不大 且相互为战 不弱 就以连横为策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各个击破智 也势必省下大把的时间 哈哈哈哈 嗯 套后为何发笑 莫非 老夫说的不对 还是先生从心东放来 对合纵不理解 对连横不知 合纵连横 我自然知道 我笑的是 逢向的不知 嗯 老夫不知 老夫未替大秦谋划了几十年了 你说老夫不知 百岳又称满岳 满 乃未开话的意思 你跟他们讲 合纵连横 每个几十年 乃至于上百年 他们就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你在想连横 人家在想打猎 你在想重金收买 人家在想 金子不如一顿肉划得来 你觉得 人家吃你这一套吗 你懂个鸡毛啊 你你你 套侯说的的确有理 与蛮荒之族论 孙子兵法 论金银得失 那自然行不通 老将军说的正是 而且百岳之地 不做农耕 都是一群人 守着自己的山头 打猎养蛇 并且对中原人 很是仇视 所以这一套连横 在百岳之地 应当效果不大 嗯 如套侯所言 百岳之地十分难下 那山岳若是能拿下来 需要耗费什么 哦 山岳应当只有 七八十万土著人 几大族群关系 并不密切 若是只拿下一个山岳 应当不算很难 嗯 套侯说百岳多山 那岂不是不利于 我大秦弩车通行 正是如此 百岳之地 重山峻岭 马匹尚且不好通过 更何况 是那么大的弩车了 所以 大秦横扫六国的优势 难以发挥 而且南方多山 想要进攻 就得登山 登山必定汗流加倍 体力要衰减很多 作战势必要大打折扣 嗯 那就没什么方法 能破解这些吗 方法 自然是有 百岳之地 士族血亲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这对他们是好事 也是坏事 当年唯唯救赵 卫兵死伤惨重的 不是被围困的那一批 而是赶去支援的那一批 我们若是也在山岳 围困一座山 围而不打 做出声势 只射服兵 痛奸援军 那不就能消灭很多 敌人的有生力量 嗯 唯唯救赵 围而不攻 只取暖敌 妙哉 妙哉啊 此等计谋 实乃上策 除却这之外 还有个问题 就是攻山 该如何能减少伤亡 这个简单 我有手段 能让大秦出一支骑兵 攀岩上山 骑兵天将 前后夹击 那么敌人的地形优势 也就没了 攀岩多有凶险 那为何不引火烧山呢 烧山是下策中的下策 咱们是去夺得 耕种的土地的 你一把大火放了 不知道多少年 土地再更适合耕种 其次烧山一场 山岳人肯定死伤惨重 剩下的人 肯定对我们仇视万分 这些人 你是灭掉 还是留着 同化为大秦的百姓 嗯 此言有理 朕要土地 也要人 放火烧山 杀人无数 不是上策 陛下 老臣问完了 想必陛下和众位大臣 也都知道 到底谁最适合 挂帅难争了 卧槽 怪不得 师父问我这些问题 真是个老狐狸啊 嘿嘿嘿 好啊 老将军果然是聪慧过人 刚才老将军一息话 问得清清楚楚 而套侯 也回答得如流之顺畅 请问朱军 还有谁 能比套侯 更了解百姨 还有谁 能有更好的良策 还有谁 能比套侯 更适合圣师出征啊 陛下 坑 有话要问 嗯 李信 你有何问题 刚才套侯问我 几时能拿得下百姨 臣现在自问 没有必胜的现行 更不知道 几时能拿下百姨 所以敢问套侯 若是挂帅的话 需要多少人马 几时能拿得下山岳之地 感谢观看